174 香港《經濟日報》 女法局救忙內地播廣告遠銷香港 2015年7月7日港民A25 本報信6月訪港旅客數字幾乎全面下跌 整體跌幅達2.9% 當中內地市場下跌1.8% 女法局正全力救忙 找來中央電視台製作旅遊新聞專題 並會在內地播放廣告遠銷香港 返水貨設1000多行影響浮現 返水貨行動及取消1000多行新政的影響浮現 上月深圳1000多行旅客看年下跌11.6% 女法局估計未來數字會陸續反映情況 上月訪港旅客有436.1萬人次 惡年下跌2.9% 除菲律賓及印度兩個短途市場 綠德微星 其餘市場均告受挫 跌幅最大的是南韓 受新沙士影響 訪港旅客下跌如2成 深圳1000多行客看年跌11.6% 外地市場亦看年跌1.8% 訪港內地旅客總數為331.6萬人次 當中一般個人郵及旅行團分別下跌10.6%及8.2% 深圳1000多行及一週一憑敵幅最大達11.6% 只有97.3萬人次 旅法局主席林健岳預料 南韓旅客在疫症後會恢復穩定 至於內地市場受挫 他指6月是傳統淡貴 一籤多行旅客又再反水貨行動影響下確保 加上內地不再籤發生症 預料一籤多行影響會陸續浮現 直言不樂觀 為力玩內地市場 旅法局上半年多次與中央電視台合作 拍攝數輯介紹香港旅遊的專輯 下半年會更會在內地播放廣告 以故事形式軟銷香港好玩、安全 上月本港酒店入住率為始約80% 但房價卻大減10-15% 林健岳認為可以遮機聯同航空公司推出旅遊套餐 林健岳又透露旅法局多個大型旅遊活動的新安排 其中一年一度的重頭戲美酒街搖晟 將於10月回歸中環 他表示參展商反應熱烈 推出一個月名額已滿 有見最近威士忌大熱 因此今屆紅酒外 亦將首度推廣威士忌 至於剛過去的香港龍舟加年華 因星光大到進行維修 明顯將無緣在尖東舉行 雖然施海運大廈對出海面 或啟得郵輪碼頭的舊機場跑道舉行 但後者水質6級 只適合蛙艇 林健岳表示要與贊助雙初雙後才決定 或是玫瑟人關稿 脖子 啾拉 小財 是玫瑟人